鬼是慧之 哭泣的女人 李刚和徐蕊是一对大学情侣 毕业后两人决定在城里闯荡 三年下来两人的工作稳定了 在各自父母的支持下 在郊区买了一套房 也开始筹备结婚的事宜 这个小区地段很偏 周围有很多荒地 住户也不多 即便如此能有个自己的房子 两人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不过两人的甜蜜很快就被一件事情打断了 事情发生在一个月前 徐蕊那天到便利店买牙膏 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 他们小区是一梯两户的小高层 徐蕊在对门的门口看到一个女人 那女人就这样站在门口 嘴里在碎碎地说着什么 看起来很是奇怪 李刚正在玩游戏 哪有空管这一事 便随便安慰了几句 原本以为这事啊就这样过去了 没想到这女人又被李刚碰到了 由于家离这单位挺远的 李刚每次到家都要过七点 这天李刚刚出电梯 便看到一个女人站在对门的门口 她的头抵着门框 嘴里在嘟囔的什么 我要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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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刚有意地靠近了些 才勉强听出了女人说的话 李刚心想是不是忘带钥匙了 便有心要帮她一下 女人转头看了一眼李刚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李刚一皱眉遇到这种情况 自然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随后李刚便打通了求助中心的电话 说明了情况 挂了电话 自己便进屋了 李刚进屋之后 才一杯水的功夫 便有人敲门 李刚开门一看啊 认出了是求助中心的师傅 那人见面就问 对门是不是有人要开锁 李刚在门口四下张望 发现女人已经不见了 电话是他打的 李刚自然得负责到底 既然女人找不到 师傅的上门费 自然得由他来出来 目送着师傅离开 李刚也只能轻轻地叹了口气 尽管如此 李刚倒也没多放在心上 最多是觉得奇怪 但是一周之后的一个晚上 事情却朝着更可怕的方向发展了 一天半夜 李刚和徐蕊已经入睡了 不知是半夜几点 他们隐约听到 门外传来了一阵哭声 也许是夜深人静的关系 这哭声啊 特别的清晰 也特别的凄厉 一下子 把他俩都吵醒了 徐蕊不敢去客厅 便叫李刚去看看 李刚表面上一脸不在乎 心里确实慌得很 他下了床 随手摸了一根棒球棒 开门进了电梯 那哭声很明显的 是从大门口传来的 李刚走到门口 打开猫眼 像一探究竟 门口站着的便是上次说要进门的女人 不过 这一次 她倒不是站在自己家的门口 而是对着李刚家的门 只见女人眼睛 嘴角 鼻孔 都在躺着些 脸色惨白 求求你了 帮帮我 我 我想回家 她好像知道 李刚在猫眼里看她 哭得更厉害了 李刚一下子呀 从脚 脚底 麻到了头顶 心扑通扑通的乱跳 她知道 这是见鬼了 但她不敢弄出动静 亲手亲脚的退回了卧室 徐蕊看到李刚回来了 脸色明显有些发白 知道这事啊 不简单 便问她门外的情况 李刚不想吓着老婆 便假装镇定 没有说出实情 徐蕊被李刚这么一说 轻松了不少 说完 徐蕊一蒙被子 继续睡觉 可是李刚却不敢睡了 她半坐在床头 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 李刚请了一天假 等老婆上班之后 便去了物业办公室 刚走进办公室 李刚便朝物业经理 发起了脾气 似乎纯粹是为了发泄 这几天激赞的愤愿 物业刘经理也愣了半天 没回过神 李刚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大概得讲了一下 刘经理虽说是将信将疑 但看着李刚这认真的表情 也不好反驳 于是他便拿出了一个小本子 上面密密麻麻的 记着很多类似于手机号码的东西 他仔细一查 马上找出了李刚对面人家的一些信息 对面这户房子的拥有者 是一个卖钢材的老板 这套房子是他投资用的 自己并没有住在里面 刘经理合上本子 又仔细地回忆了一下 李刚的眼睛也亮了起来 刘经理看着李刚 虽然没被李刚的情绪带动起来 刘经理背过身去 看都不看李刚一眼 李刚想着反驳 却也自知李亏 报警也不现实 警察还能管你闹鬼的事情 李刚低垂着头 走出了屋檐办公室 又回到了家里 他看着自己的新家 为了这套房子 全家人可是花光了所有积蓄 更别提还欠着几十万的贷款 可是才住进来没几天 就闹出这个事情 李刚是越想越气 越想越觉得不甘心 他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 这时他突然看到了墙角的一根翘棍 那是装修师傅落在他家里的 他起身拿起了翘棍 便朝门口走去 李刚心里清楚 要搞清楚最近遇到的事情 非要进对面的门不可 而要进这门呢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暴力开锁 想明白这一点 李刚也就不犹豫了 他把翘棍 凿进了门缝 自己一只脚顶在了门框上借力 用力往后一搬 咔哒一声 门锁的部位被一股力道挤得变形了 门也就被打开了 为了壮胆 李刚对着门就是一脚 门迅速弹开 重重地撞到了墙上 引起了门框的一阵抖动 似乎是这阵抖动 门框上有个雾件掉了下来 狂狼一声 摔在了地上 李刚捡起来一看 竟是一面铜镜 他再向屋里望去 屋子里已经蒙上了一层灰 显得阴森森的 他没有纠结那门铜镜 且续往里走 竟是能闻出一股淡淡的臭味 虽说不是很浓 但是能辨别出 不是那种一般的臭味 更像是肉腐烂之后 发出的味道 最后李刚在一面白墙前面 停了下来 这面墙映出了一块一块 淡红色的水渍 而那股臭味 似乎就是从这面墙里面 渗出来的 李刚有些害怕 但他知道 马上就能揭晓答案了 既然进来了 就不能再退缩 他抡起撬棍 就往墙上砸去 很奇怪的是 这墙面的石灰层并不厚 薄薄一层敲掉之后 竟是露出了一层 黑色的 颗粒状的东西 他伸手去抹那层 黑色的颗粒层 抹了几下 碰到了一个 有些软的东西 李刚心里顿时一惊 额头也是冒出了不少汗 他有种 不祥的预感 他不敢再拿手 去抹那个黑色颗粒 而是拿撬棍 继续凿边上的石灰层 缺口 也是越凿越大 突然间 一只青紫色的布满斑 烂斑的手 从墙里 露了出来 李刚往后一退 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他为了一阵翻僵倒海 最后 他强忍住要吐的欲望 跑出了屋子 李刚随后就报了警 警察在屋子里 找出了一具女尸 年龄大约是25岁左右 已经死亡超过半个月了 而这间屋子的业主孙某 也马上被警方控制 据交代 死去的女人 是这个孙某的小三 她一直住在 孙某的这处房产之中 因为一次争执 孙某失手杀死了 这个女人 随后 孙某为了掩盖事实 便把女人 彻底地弃在了墙里 在弃的过程中 为了防止有臭味渗出 孙某颇有头脑地 多弃了一层活性碳 用来吸附 尸体的味道 所以李刚早抢的时候 凿出的黑色颗粒状的东西 其实是活性碳 至于那枚铜镜 李刚之后也是有想过 估计是孙某 错贼心虚 有意要震住女人的魂魄 怕她来找自己算账 才放上去的 也正是那枚铜镜的缘故 女人才会进不了门 而一直在门口徘徊 不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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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